秦海禄为王俊凯盖衣服 有谁注意他醒后的举动 教养是装不出的 最近的时候中餐厅的热播令很多人都非常的关注 尤其是几个成员之间更是非常的友爱 秦海禄作为这个家庭的财务总监看上去有些严格 但实际上却非常的好心 毕竟是一个中年的女人对几个孩子们格外的照顾 当王俊凯睡着的时候还特意找了一件衣服给他盖上 这时候可以看得出他是出于真心的 而且毫不避讳镜头 其实在这个季节不盖衣服睡觉也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考虑到孩子们比较辛苦 身体也弱 所以他才会有这个举动 没有想到竟然把王俊凯热醒了 毕竟王俊凯是一个花季少年 他对别人的衣服还是有一点抵触的 这时候他只好赶紧将衣服扔到了边上去 而且并没有去寻找他的主人和道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